大家好,按照这个课程安排呢,最后我们还剩下两部分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部分内容呢,第一个就是一个日内策略开发技法的重点 第二部分是短线策略开发的技法 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两节课,分两节课内容来分别介绍这两块内容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今天主要是这个日内策略开发技法重点 今天内容主要有这三块吧 前面两块是这个策略的介绍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策略吧 这两个都是这个骨子的日内策略 首先我会介绍一下这个Upbreaker Upbreaker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策略了 因为在网上都能够搜到 然后它包括了趋势和反趋势的有两块部分 我会从这个策略的一些就是起源讲起 然后逐渐讲到它具体的这个交易的逻辑是怎样的 然后第二个股指日内策略 Upbreaker是一个骨子的日内策略 然后第二个股指日内策略呢 主要是一个开盘突破区间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它有一个二次进场的行为 就是如果第一次你是亏损的话 它会有一个二次进场 所以它一般日内会交易一到两次这样的一个策略 然后讲完这两个策略以后呢 我会做一些总结 就是关于这个日内策略开发计法的一些重点的讲解 我们先来看这个Upbreaker策略 这个图表呢 是我之前在讲这个Alberation的时候 给大家也看过这个表 当时因为讲Alberation 因为在这个上面呢 它有一些排名非常好的情况 但是实际上呢 前面讲过也说过 Alberation实际上就是一个不灵通道的这样的策略 同样呢 在这张表格上面可以看到这个Alberaker 它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 起码在几年都能是 就是在十几年 在几次排名之间 它都能在前十里面出现 可以看到1997年它在第八位 01年的时候也在第八位 然后05年 它现在第六位 所以说呢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策略 而且它是比较少见的 同时包括了趋势和反趋势的 两方面的内容 因为反趋势的策略本身就是 比较少见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策略是怎么来的 首先看一下它的交易思想是怎么来的 这里我们就要介绍一下这个 外汇交易中的输轴点交易方法 它是这样来的 其实上曾经由美国的某个机构 跟踪了七年的相关数据 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在75%或以上的时间里 当天价格会回归到这个 有一个Powatt中轴线 然后在没有重要新闻的日子 它这个外汇交易的价格 70%到80%的时间都是围绕这个中轴线 上下在一个R1和R2 它就是两条一个支撑线 一个阻力线在这个之间波动的 在这个外汇交易系统中呢 这个Powatt Points这个输轴点交易法 是一种非常经典的交易策略 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阻力支撑体系 就是这个R就是Resistant Support就是一个支撑阻力体系 它是根据昨天的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 就是根据昨天的三个价格 计算出了七个价位 包括一个中轴 输轴点 三个阻力位和三个支撑位 而Rbreaker呢 就是根据这个Powatt Points发展出来的 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 它这个输轴点交易法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这个阻力线和支撑线 是技术分析中常用的工具 大家反正自己看盘的时候 应该也经常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阻力线和支撑线 不管你是一个区间状的 还是一个倾斜状的这种 而且一些重要的点位 都是经常会来画这个阻力线和支撑线的 然后它每次比如说突破了以后 它可能会有一个阻力 就变成支撑 所以支撑线和阻力线 它们的作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而从交易的角度上看 你由这个之前三个价格 得到了一系列的这个Powatt Points 就是总共的七条线 得到了这样的线呢 就好比是一张作战地图 而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些点 但具体怎么样来运用这些价位 来进行就是具体的交易 它这个Powatt Points是没有具体规定的 它完全取决于交易者或者投资者 它自身对于这个这些支撑和阻力的理解 所以呢 它这个Powatt Points 它只是做好了这个作战地图 而并没有说你应该根据它来具体怎么做交易 所以这边也写到投资者可以根据盘中价格和输走点 支撑点和阻力点的相关走势 灵活的制定策略 甚至可以根据它们来进行加减仓的头寸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三个点位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 首先根据昨日的三个价格 也就是最高价收盘价和最低价这三个价格 计算了一个输走点 这个Powatt是一个蛮简单的 就直接把这三个价格加起来除以三 就得到了它这个输走点 然后根据这个点位来向上计算了 一二三三个阻力位 计算公式也都在这边 应该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然后向下计算了三个支撑点位 公式也在这边 就直接套入公式就可以得出 然后它们这些线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 一二三这样排列下来的 这个输走点的交易呢 它主要是有这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 它认为Powatt有吸引力 在没有很大的多头或空头进场的情况下 价格是在这个R1还是SE之间 围绕着轴心运动的 运动可能没有规律 也就是主要指的是这一部分 就是这个是SE 这个是RE 在这个之间部分运动 在大部分时间 前面统计也说 可能在70%到80%的时间 它都是在这个范围内运动的 而且运动可能会没什么规律 然后在强烈的多头或空头的推动下 价格可能会突破这一区间 这时候就有趋势了 但还是在正常的价格范围内运动 在这个范围内会有强烈的方向感 并且大多数时候是靠近SESR REF2的价格区间 也就是说它从这个 这两条线之间出去了 到了这一部分 或者这一部分 这两个价位进行运动 就是说这时候已经有一定的趋势了 但是也不是特别能说明有明显的趋势 因为它还有可能会被重新吸引到 这个Payot点附近 第三个就是极端价格 这个价格在没有特殊的利好 或者利空的消息下是不会到的 这个价格有比较重大的意义 往往伴随着特殊情况 可能有日内交易者不能放过的机会 这个极端价格就主要是 最外层的这个 可以说是S3和R3了 如果突破了这个价格的话 我们可能就认为 它不再被这个Payot点所吸引 就是它不会再围绕这个点阻运动 而会产生一个新的趋势 这时候呢 就不会再做这个吸引的反趋势了 要做一个突破的趋势 大概理解就是这个样子 那Payot point呢 这个应该已经非常清楚了 它的这个阻力线和支撑线就这样子的 总共七条就这样按顺序 会排列在这里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pbreaker的点位 Upbreaker呢 其实跟它的理念也是基本是相同 它也适用了这个阻力和支撑的这个概念 它是根据昨天的价格计算出了六个价位 来作为今日盘中交易参考的价位 比Payot point的少了一个输手点 因为输手点它实际上是不参与它交易方向和点位的判断的 所以它就是把这个输手点的这个 这个点位给扯掉了 然后剩下的六个就是分别的三个支撑和三个阻力 这样留下来了 而且它不同的是它引入了三个参数 我们后面会看到F1到F3 引入了这三个参数呢 能够使得这六个价位点位间的距离更加灵活 就是你可以调整这三个参数 然后可以根据它现在的波动性可能会做一些的改变 而且它是明确了具体的交易策略 就是关于它这些在这些阻力和支撑线中怎么样穿梭 它怎么样来是做反趋势的部分 怎么样是做趋势的部分 它都做了一些明确的说明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首先是它的这个公式啊 参数就是F1 F2和F3 可以看在这里看到 F1 F2 F3 下面是F1 F2 F3 然后总共画出来这六条线 然后这边是分别按照Buy和SellShot的 Setup Enter和Break 这三个 诺面写出了大点位 我这边S打头了 就是说明它准备做SellShot了 所以就是S打头的 可以看出上面这两个阻力线 它实际上都是用来做这个SellShot准备的 因为这一块是做反趋势的部分 而最上面有一个Break 就是做Buy的准备的 所以写的是B打头 下面是同样 它是一个对称的 就是下面这一块它是做反趋势的 首先最最近的这个支撑 它是做反趋势的部分的 所以是B打头的 Buy的一个Enter 一个Setup 做一个反趋势的买入的准备 然后最底下的是一个S 就是SellShot的一个Break 这个是它计算的公式 这个在网上也可以搜到 然后代码里都直接按照这样的方式写 应该就是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结合 这个趋势和反趋势两种交易方式 是怎么样进行的 这个顺序呢 可以看出它这个图的顺序 就是我按照我这个 我这个写的每一行的顺序 是按照这样的排列的 最上面的是这个BuyBreak 然后是S Setup 还是Center 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这块部分吧 看一下它的反趋势部分是怎么做的 上面这块反趋势的话 它就是要做一个SellShot了 首先看一下它的价格 要穿过了这个S Setup 就是向上穿过了这个 第二条的这个阻力线 但是它没有穿过 BuyBreak 就是没有在向上穿过 最上面一条阻力线 就回落到了下面这个 S Center这条第一条这个阻力线 就是说它向上穿过了这个 第二条阻力线 要回到了第一条阻力线的时候 我们就做一个反趋势的部分 也就是说做了一个SellShot 这个是反趋势的部分 有一个上穿 然后下面回落的部分 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如果它上穿了 它这个S Setup 紧接着又上穿了 而且没有回头 没有回到下面这个 第一条线 而直接上穿了这个B Break 我们就做了趋势部分 也就是实际上 它是有一点 说有点的思想 就是如果它没有跑得太远的话 它还是能够被中间这个点位吸引 而回到下面的 但如果它跑得太远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围绕点位 可能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趋势的部分 好 下面这块也是同理 首先看一下反趋势的部分 它要下穿这个B Setup 下穿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支撑位 然后紧接着 但是没有下穿这个S Break 然后上面反弹 反弹回了这个B Center B Enter 我们就进行了一个 反趋势的买入的操作 也就是红线这一条 就是下穿了第二条的支撑线 然后又上穿了第一条支撑线的时候 就是说明它没有完全走出趋势 而是仍然被它的中心点所吸引了 所以我们就做这个反趋势的买入部分 但是如果它下穿了第二条的这个支撑线以后 又往下穿 一直下到了这个S Break以下 我们就要做趋势的部分了 也就是说它这个围绕中心点的力量已经没有了 可能要到另外的一个新的 要围绕新的这个中心点了 所以做了一个趋势的部分 这图上还是应该能看得比较清楚的 一个是上穿再掉下来就做反趋势 一个是直接突破 然后反面是同理 一个是下穿 然后反弹回来就做反趋势 一个是直接下穿就做突破 然后这边是一个具体的文字描述 这边我就不在最处了吧 最高价超过这个Setup 然后回落进一步跌破Center 就是迈出反转 然后同样对称的是低于这个Setup 然后出现反弹 超过B Center就做反转 然后空仓的情况下呢 如果超过了上面的B Break 就是突破向上太多 如果跌破了向下的S Break 就是向下做空 这个是我在MC上画的这个一个信号图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反趋势部分 这边是一个下穿了这个第二个直升线 然后反弹做了一个反趋势的部分 然后同样这边也是 因为它是有持仓的 所以它这一部分没有做一个向上的突破 而是等它掉下来了以后 又做了一个反趋势的部分 然后这边同理 这个可以看出它这个进场位置非常好了 因为它开盘只向下掉了一点 然后就迅速反弹 然后赚到了 可以说是进场价位很好 赚到了蛮大的一步 这个是一个反趋势的信号的部分 然后也有一个趋势信号的例子 这个是因为向下了 它没有直接 没有碰到它的第二根直升线 上面的话呢 也是直接穿过了它的第二根阻力线以后 没有回落 直接穿过了第三根阻力线 这边就直接做了一个向上的趋势突破 这是一个趋势信号的演示 然后来对这个策略做一些说明吧 这个upbreaker的策略呢 是少数做反趋势的策略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我这边介绍了大概六个策略 前面这些老师也介绍了不少策略 绝大部分来说应该都是做趋势的策略 然后反趋势的策略还是蛮少的 而upbreaker呢 它日内策略表现呢 其实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是比较少见 这得介绍给大家 需要注意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它是一个日内交易 单日可能会有多比交易 这边的话我是 应该是没有进行这个交易次数限制的 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 你可能要进行一下交易次数的限制 而且平均手续费高的品种要注意所长 比如说现在的股指 平均手续费还是很高的 还有一些商品 也可以来试这个策略 但是就是有平均手续费高的 你都要注意所长 然后参数比较复杂 可能会存在失效的可能 我们也看到了前面这个 它有F1 F2 F3三个参数 而且它就是里面的逻辑 也是稍微有一些比较难以理解 所以如果它走差的话 就是别的策略如果还是表现不错 就是单单它反趋势这部分走错的话 你可能需要稍微进行一点的优化测试 所以可能会存在失效的可能 反趋势的入场点位可能会很好 交易次数不多 就是我前面演示的这个 它有一些稍微下拉一下 然后就迅速反弹的这种 它的进场点位会比你直接做趋势的话要好很多 然后这个有做反趋势的策略呢 它能够跟别的策略形成一定的互补 所以说呢虽然它的这个参数有一点复杂 里面的逻辑有一点复杂 但是呢如果它对一些商品还是表现不错 就是骨子商品如果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话呢 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稍微上一点 因为它毕竟跟别的趋势策略的话呢 表现会差别会差异比较大 然后会形成的互补 对整个的收益曲线来说 应该会有一个较好的平滑的作用 好那我们upbreaker策略呢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还有一个骨子日内策略要跟大家分享 那分享这个策略之前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格 这是一个骨子的保证金过度交易和平金仓交易 手续费的一个调整的时间表图 实际上也就是骨子从股灾一步步遭到限制 然后现在逐渐有一个松绑的迹象 这样的一个路径图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骨灾之前吧 骨灾之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 它的保证金是10% 然后平均仓的手续费也是比较低的 是万0.23的样子 可以说从2011年4月份 互生300的这个IF上市以来呢 骨子期货这个IF它的成交一直都是比较活跃的 当时做程序化的人 就是包括我们当时 基本上都是把骨子日内交易作为很大的一块 就是这样很大的一块比例的 因为跟当时的这个骨子隔夜和商品策略相比较而言 骨子日内交易策略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它的盈亏比也是非常高的 就是性价比很高 所以是作为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的 但是随着这个股灾以后 它的这个各种限制上来了以后呢 它的日内交易就没有这么好做了 我们可以看到到这个15年9月7号的时候 它的保证金达到了40% 然后过度交易标准只有10手 平金仓手续费也是高达千分之2.3 这个千分之2.3大概你平一手的话 就会有几千块钱的手续费的样子 然后这样就会出现几个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要 因为平金仓手续费收很高 所以基本上就采取了要锁仓的措施 但是你过度交易只有10手 如果你没有着仓的情况下 你最多就只能开5手 然后锁仓在那里 但是它的保证金又非常高 所以基本上一个账户 你就开不了几手 然后做不了什么交易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这样就会引起这个交易量的急剧下降 导致这个股指的波动性也急剧下降 这对一个日内策略来说是非常非常伤害非常大的 可以看出我们当时波动性下降以后 日内的策略都有一个不同程度的下降或者走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它这个成交量下降以后呢 它这个买卖价差之间的间距就会拉得比较大 因为它的盘子就一下变得薄了很多 然后你的要不然就是 如果你价格挂在那一定要成交的话 如果追价的话 就会划点非常大 这个对于日内交易 因为日内交易本身 它的交易频率就会相对于高一些 这个对于日内交易 它的交易成本一旦上去了以后 它的对它的曲线影响会比较大 而且如果你 如果不是追价成交的话 挂单的话就可能会导致不成交的情况 这样会跟你的历史绩效会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在这个限制了以后呢 就对于股指期货的日内策略会有很大的伤害 然后当时基本上之前做的很好的一批 股指日内策略 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跑平的状态 甚至是向下玩 然后大部分都是搁置在那里 或者是减仓减了很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就是2017年之后呢 它的交易限制又出现了一定的松动 一直到现在最近一期的是今年的4月19号 它的保证金呢 已经恢复到了基本上之前的水平 这个过度交易标准到了500手 基本上对一般的账户也是没有太大的障碍了 就是这个平均交易手续费 还是会略高一些 大概是隔夜的十倍的样子 还是要进行锁仓 总的来说就是已经放开了很多 所以你现在可以去捞一下 你之前的一些股指日内交易 就是如果你有之前的策略库的话 可以看出它现在的表现又逐渐有一个好转的迹象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就把股指日内策略来拉出来 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对那个表格没有一个清楚认识的话 对这个成交量的图表应该有一个更加感性的认识 这个是IF从它2011年4月份产生到这个 今年5月份的一个成交量的图 下面这个是IF的日线 下面是它的成交量 可以看出当它被限制了以后呢 它这个成交量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就一下缩减到之前呢 应该是十分之一也不到的样子 然后逐渐从2018年以后又有一个稍微有一点恢复的迹象 这个成交量下跌到这个程度呢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它就是 它不仅它的买卖价差会很大 而且它的盘子太薄 就是很容易被打空 哪怕你只有一两手这样追单追下去 按照以前这种成交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你基本上哪怕划个底跳也会成交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交量极低的情况下 它有可能把盘子就打穿了 我们曾经出过一个有点交易事故的在IH上面 就是盘子打穿了以后 追了很多跳 大概几万块钱一下子就没了 所以是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当它的成交量下降到一个很低的情况 然后盘子很薄的情况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股指日内策略 它是一个股指的日内ORB模型 ORB就是一个开盘区间突破的一个策略 Open Range Break模型 它拥有完整的资金管理进行止损 后面都会讲 还有它会有可能会经常 就是有一天内有两笔交易 第一笔如果是止损的话 它第二次还是会按照之前的框架进场 平均较一到两次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操作 第一步是进行一个变量的初始化 因为这个是一个ORB嘛 它就是要取到之前就是当天有N根拔里后 然后根据这N根拔的高低收 然后计算一个波动幅度 然后再按照它的Open加上你取出的这个Range 做一个就是突破Break的模型 然后为了今天当日这些内容重新计算 当天开始的时候 有许多变量要进行初始化 首先它这个波动幅度你要重新等它有N根拔里后重新计算 然后你也要清空它的交易次数 因为你后面要计算它今天进场了几次 还要准备就是这个波动幅度 就是它的突破区间的上下轨 这个都是当一天新的开始的时候 你要进行一些初始化的工作 然后日常条件是下面这些 默认一手不加仓 这里面就没有按照之前C系列做商品的样子 一般是固定金额 然后等权重这样的一个配置 这个骨指一般都是你配置好手术 一般就是一个策略做一手 顶多的话做两手 很少设置策略内加仓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波动幅度是怎么计算的 首先当日内已经有N跟8的时候 它计算所需的波动幅度 取了这样的几个值 应该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N跟8的最高点的最高点 和N跟8的收盘价的最大的 N跟8的这个低点的最低点 和N跟8的它的收盘价的最低点 然后把它这样的交叉的减一减 取出之间大的那个 这个就是我们要取的range波动幅度 然后把这个波动幅度呢 乘以一定的比例 就是做出了我们这个区间的确定 因为是ORB嘛 就是open 就是取到今天的这个开盘价 加减分别加减这个range 然后做出了我们这个区间 一个是by position 一个是sell short position 两次入场条件相同 因为这个策略里面设置了一个 如果第一次是止损的时候 它第二次还是会开仓的 所以它两次的入场条件是相同的 都是你的高点突破了上轨 就多头开仓 然后要不然就是地点突破了下轨 就是空头入场 这个上下轨呢 就是这个区间 by position和sell position 这两个轨道 加入了一些额外条件 额外条件主要是为了确定 它是一个日内交易的 然后它在某一时间节点之前 因为是 因为你是一个日内交易 如果你 因为你本来就要在日内评出来 比如说你要在两点四十五分评出来 那你就不能开得太晚 你不能在两点四十分 或者两点三十五分之后再开仓 它实际上是已经没有什么利润 可以让你吃到了 所以你要设置一个时间节点 让它尽量在这个节点之前开仓 如果在那之后开仓意义就不大了 所以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个日内过晚开仓 有一个时间节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只有在当日无开仓 或者当日之前是一次止损的时候才开仓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最多就是开两次仓 然后没有开仓 或者是一次止损才开仓 然后入场后要标记你的开仓情况 也是为了要确定你今天做了几次交易 然后出场条件有三个 我们先看前面两个 第一个是一个止损 首先是一个百分比止损 这些也是一个常规的硬止损的操作 第二个是一个日内平仓 这个就和普通我们平常商品的策略不太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日内交易嘛 所以要是设置一个时间节点 让它进行市价的平仓 然后这边写着注意时间节点的设置 和股指这个市价单成交情况 结果后面会讲这个日内平仓呢 最好还是要设置的稍微早一点 不要熬到最后一分钟平仓 这样会有很多的问题 然后来我看一下这个指引 这个指引跟之前的稍微有一点不同之处呢 就在于一般情况下 我们一个动态指引 它在多投入场里以后呢 都是记录这个最高点 然后往下回吐一定百分比啊 或者ATR 调等指引之损这种形式 但是这边它记录了一个最低点的 就是low的最高点 然后其余都是一样的 它也是向下回吐了一个百分比 这样的形式 然后多投指引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写法 这边对这个策略有一点说明 就是股指日内交易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是会限制日内交易次数的 因为尤其是现在这个还有一定 就是股指期会 还有一定限制的情况下 交易次数推荐是一到两笔 最好不要超过两笔 以前当然是如果没有限制之前 一五年之前的话 交易很多笔的这种日内策略 也有很多是能赚钱的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就比较难了 这边写着随着股指期货限制放开 主要是要看你这个策略表现 和它到底放开到什么程度 然后看成交量和持仓量的配比 然后看股指的回位程度 然后频率高的时候 要进行压力测试 这个股指日内策略 一般都是要进行压力测试的 因为它的交易频率相对 还是都会比较高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号展示 这个是一分钟的一个信号展示 可以看出它这个日内交易了两笔 第一笔是一个空头 然后止损了 所以它还能再做一笔 还是像上一个多头 然后拿到了这个收盘的时候出场 对日内做两笔交易 第一笔止损 然后第二笔还是 突然突破多进去了 这个同样 这个也是做两笔交易 第一个是向下突破失败了 然后做了一个多头 这个是一个它的指引 可以看出来还是比较顿的 它在回吐了很多的盈利情况下 才出场 这种就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就是它从开盘区间 这样突破了以后 就一直拿到了 尾盘出场 这是一个长得很顺利的一天 是一种最良好的情况 好 那这个日内策略呢 骨子日内策略我们也介绍完了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两个策略模型 就已经介绍完了 最后是一个日内策略开发的注意事项部分 我们来一个看一下 第一个确定日内时间段 夜盘商品选取晚九点或早九点开盘 这个说到商品的日内策略呢 这边也稍微提一下 商品的话呢 其实跟骨子也有一个类似的问题 就是商品现在有一些呢 它也是受到了这个一些限制的 比如说有一些品种 它也会有一些 平均仓手续货也会比较高 而且有一些 它会有一些保证金高的情况 这些措施呢 它都是会限制这个品种的活跃程度和流动性的 所以挑选品种的时候 也要稍微注意一些 而且在有一些品种上面 现在也是有做事商存在 比如说像涅 它的风格就跟以前变得会很不一样 这些做事商呢 它基本上是在一些 就是远期不怎么活跃的合约上面做做事 但是它也会在这个活跃的 主力合约上面做一些对冲的措施 所以对这个整个品种的特性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这些大家都可能要稍微注意一点 然后商品还有个问题 就是它有夜盘 所以你选取的这个日内时间段 是选取晚上九点还是早上九点 这个也是看个人的喜好了 因为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个一根日K线的话 它是从晚上九点作为开盘价 然后下午三点作为收盘价 这样是算一整根的一个日K线 但是它中间也是会有一些跳空的 所以说呢 你是选取哪一个时间段 作为这个日内的时间段 可能需要自己进行一些测试 或者做一些研究 然后第二个是设定一定的等待时间 就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这个股指日内策略 它是要用到今天的一些波动的信息的 所以它要先等待 比如说N根把 然后才能计算出 这N根把里它所需要的这个波动幅度 所以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要需要一些日内的信息 你可能会要稍微不能一开盘就开进去 那你就是用的是完全是之前的信息 就要等待一定的时间 然后收集到足够的今天当然的信息 然后再做今天的交易 第三个是控制交易次数 交易成本压力测试 这个也是前面都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因为频率高的话 它可能对这个交易成本会比较敏感 所以一定要进行压力测试 来看如果你这个滑点幅度 或者它的手续费水平有一定的变化的话 会对你这个策略产生一个多大的影响 做到心理有数 第四个是尾盘出场时间设置 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 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会提前个十分钟 或者你如果有类似的策略的话 把时间稍微凑凑开一点 因为你要做一个日内交易嘛 你尾盘无论如何都是要平出来的 所以万一它自动没有平出来 你手动还能做一些反应 还能做一些补救措施 所以时间稍微凑凑开 也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 其实整体测试下来 你差那么几分钟 它的就是总体的这个盈亏水平 差距不会很大 但是你设置的稍微早一点的话呢 它安全性会高很多 第五是一些更精巧的设置 就是因为它是日内的 所以你的止盈止损 可能都要稍微的及时一点 然后交易策略要更加灵活一点 会比较适应这个日内的一些情况 总体来说呢 日内策略一般情况下 它都是一个短线策略 它不受日间跳空的影响 相对来说容易进行换业的操作 就是换业操作的话 你不用进行这个 因为你当时 隔夜策略的话 如果你还有头寸里面 你还要考虑 它什么时候换月会 就是远近价差 什么时候换月 你会比较划算一点 这个反正它当天都已经平出来了 你隔一天直接进行换月就可以了 所以换月来说相对简单一些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今天日内策略的一些内容 好 谢谢大家